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由your派出海为大家提供的谷歌seo视频教程啊 我是主要人jack 这里课中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如何用谷歌趋势google chain这工具来调研产品热度 我们其实都知道啊 想要做好一个seo的计划呢 那前期的数据调研是非常重要的 谷歌趋势这个东西是免费的 它有三个特点 它可以按照国家和区域来查看某个尺的热度 那么第二呢 它可以比较不同关键字的流量的热度和对比 然后第三 它可以进行一个产品关键字话题的拓展 如果说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谷歌圈google chain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我们做 拿来我们这个硬度测量仪器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网站中 它有三种产品 那brineo tester rockwell tester和victor tester 这三个呢 都是不同的产品属性 我们且不管它们具体是什么 其实也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想知道它在整个国际市场的趋势怎么样呢 我们先打开google chain这个网址啊 我们打开谷歌搜索google chain 第一个就是了 这是一个谷歌趋势的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域名是google chainsgoogle.com 这时候呢 我们先搜索rockwell hardness test 就是弱势的这个印度测量仪器 啊 它这里呢 你可以看得到 呃 我们美国的这个搜索速度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稳 看起来其实也挺少的 每个月搜索量也就是几十而已 那如果说像我们前面讲的按照不同国家来讲 这里如果我们选择全球的话可以看到一下 它全球的搜索量稍微又多一点点 但是呢 也是比较冷门的产品 不纠结啊 因为 这种确实是冷门 它可以看到有印度有美国的这个 这两个国家会比较对这个词比较热度一点 然后它有一些 它没有相关产品的一个关键词的一个结果 但是没关系 我们继续搜 如果我们直接搜 hardness test 就是不带任何型号统一印度 印度仪器的话 我们一搜 可以看到它的热度会相对高一点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比较多个不同流量的这个词对比 啊 我们看一下 说回来 红色的就是hardness test 就单纯是印度测量的仪器 它不带这个若可不要这个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远远比蓝色的高 那注意看红色的 而且高的不是一分一点半点 同时呢 它还告诉你就是它这个词搜索量的关注度 我们可以直接看 其实不用换也可以 因为它这里红色代表这个印度测量仪器 到蓝色代表弱势的印度测量仪器嘛 可以看到美国 印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这个比较受欢迎 而且它可以看到更加多个 那我们看第二页 阿拉伯联合酋长 联合酋长 国 巴尼斯坦 诸如此类的 我们这个广告是有投在巴尼斯坦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是谷歌广告上面的 这里呢 是一个地图 没什么意思 这里是Hannis Test 它就有个相关查询啊 就会告诉你说 有什么 基于这个词有什么样的拓展 那么Bringdale Test 这个有人 最近它有在提升搜索量50% 不知道可以看不看到这个字 那好 这时候我们再加一个就是Bringdale Bringdale Hardness Test 这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一旦加了个前缀 它其实它们会在一个相同的数量级 你可以看到它甚至比弱势 其实它比弱势的高不到什么地方去 这里稍微有点高起来可以看到 其实基本上你看黄色的Springdale 是16然后Bringdale 然后那个蓝色的是弱势是12嘛 就很接近 注意看 Hannis它这里也是没有相关的 那个数据 因为呢 对于我们 上一节课讲到的 Hannis Test 这个是长尾 短尾关键字 因为它比较短 然后这两个是长尾关键字 我们再把那个维斯 也加进去 Victor V-I-C-K-E-R-S Hannis Tester 也加进去 大家估计可以看到 其实这几个啊 它单独的几个名字 都会在相同数量级 也不会很多 我们选择全球 那你过去12个月 甚至过去5年的数据 你都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很很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行业经验的人 可以发现 Hannis Test 这个硬度测量仪器啊 这个词 它相对来讲热度会比较大 那明显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其他几个大友 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品牌或者前缀的 它那个词就会比较小 那这就是个谷歌的 谷歌的一个叫做什么 Google Chain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我们选一个比较热门的词 什么叫热门词 iPhone Case 手机科 这个够热了吧 我们直接选iPhone Cas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美国会去1655 它这个增长趋势就非常平稳 像这种词 这种类型的词 它其实很受我们的欢迎 我们看一下美国以外的国家 看一下全球 也是增长平稳的一个词 像 它增长平稳的话说明这个东西 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稳定度 和这个体量需求的 这种就类似 就比较喜欢 合适做 那如果说我们搜索的词 是有泳衣之类的 这种有季节性的 SWIMMING SHOOT 应该这么写吧 诶它其实也 也比较平稳 Nike SWIMMING SHOOT SWIMMING FOR SHOT 过去12个月 我们看一下过去5年 它这种是有波动性的 其实这个我想给大家展示 那也很正常 因为只有夏天的时间 才会去考虑 买这个游泳衣 对不对 冬天肯定不会买嘛 但这种呢 叫做有季节性的 所以大家在使用GoogleChain的时候呢 可以基于全球 这个可以看到不同国家 和基于这个时间 来判断一个 此是不是有热度 那好 关注我们优派出海 我们之后会推出更加多的 外貌推广一下 视频叫声 我们下节目再见 拜拜